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都有哪几个吧?金牛做金牛做的人大多数都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,他们很看重金钱,在金牛们看来,只有金钱不会背叛自己,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,不过金牛们就不要担心了,在8月中旬,金牛们会有很好的财运,首先,在正财运方面,金牛们会有很稳定的正财运,而且有稳定上升的趋势,收入会越来越高 其次,在偏财运方面,金牛们也会有很好的运势,很有可能会获得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,金牛们可要好好的,把握这次的机会了 双子坐在8月中旬,双子坐的人也会有很不错的财运,主要就是体现在自己的工作方面,双子坐在工作中会有很好的进展,无论是做什么工作都会很顺利,面对之前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,双子们会想出很好的解决办法,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得到大老板的重用和提拔, 奖金什么的当然是不在话下了,双子们可一定要牢牢地抓住这次的机会,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,努力地挣取奖金,为自己赢得财富 处女坐在8月中旬,处女坐的人可以说得上是很受财神爷的眷顾了,处女坐们做事情都是很认真细心,总是可以发现一些别人都观察不到的小细节,有很多潜在的机会,处女坐们也能把它挖掘出来 在8月中旬,处女坐们会发现很多兼职的机会,其中有很多适合处女坐们的兼职,只要处女坐们堪努力,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,就可以为自己赢得很多的兼职财富 再加上本身工作的收入,8月份会有很大的一笔进账哦,双鱼坐在8月中旬,双鱼坐也会有非常不错的财运,主要就是体现在偏财运方面 双鱼们会有很好的偏财运,在金钱方面会有很好的运气,尤其是在一些投资、金融方面,双鱼们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,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为自己赚取一笔不小的财富 而且,在一些与金钱有关的小活动中,双鱼们也会有很好的运势,例如打扑克、打麻将,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胜,双鱼们可要牢牢地抓住这次的机会 好好加油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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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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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